大家好 我是芷娟 欢迎收看由华南银行和富兰克林 共同直播的理财讲座 瑞取人生 圆梦三部曲 今天是第三部曲咯 前几天我忘了带钱包出门 本来以为很不方便 没有想到我竟然安然度过了一天 例如我坐捷运的时候 手机就可以来刷悠悠卡了 买东西的时候我手机也可以支付 当然联络工作也是用手机 所以我就得到了一个结论 现代人没有带钱包都不是问题 但如果没带手机 才是很多不方便的开始 这也不能怪我们常常手机成瘾了啦 因为真的太方便了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就要告诉大家 用手机也可以来做投资理财哦 华南银行RICH加APP 可以如何帮助我们聪明理财呢 马上来欢迎的是 华南银行财富管理部的郭博成 哈喽 欢迎博成 紫娟好 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博成 接下来欢迎的是精英专家 富兰克林投顾贾文琪资深协理 哈喽 欢迎Sheryl 紫娟好 博成好 各位伙伴大家好 我是Sheryl 贾文琪 既然我们现代人都离不开手机了 所以一开始是不是请轩肉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现在全球数位投资的趋势有些什么呢 是的 这一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大家对于数位转型非常非常的有感 但是既然要数位转型 我们投资思维是不是要来转型一下呢 我也许刚刚紫娟所做的例子就是忘了它钱包 可是有了手机 我觉得过了一天也非常的轻松 但问题来了 如果你只有手机并没有通讯的讯号呢 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其实呢在这一两年呢 我想数位转型一个最大的一个方向 就是4G转换成5G了 5G的部分呢 如果你有在使用 你就会发现你5G的讯号 其实并不是那么的稳定 为什么会这样 原因是5G它的波长比较短 所以我必须要非常多的基地台 所以呢在数位转型的过程当中 基础建设的基地台 是不是你有思考过要去投资的方向 另外一个部分节能减碳 大家都知道我应该要去买所谓特斯拉的汽车 但各位有没有思考过 你开车开到一半 如果没有地方可以充电 你是不是也非常的痛苦呢 所以在这边也各位 给各位一个投资的一个新方向 就是数位转型 不见得只能投资在科技类股 我们刚刚举的例子 不论是充电桩或者是5G设备 或者是如果今天全世界有很多的地方 没有办法收到手机的讯号 所以我必须要打到天空中 来做低轨道卫星的一个播放的话 这些都是全世界基础建设的范围 所以在这边跟各位分享的是 数位转型不见得只能投资科技 基础建设也是带有 数位转型的一个投资商机 刚刚圈瑞有给大家一个观念 要投资数位转型不是只有科技而已 其实相关的基础建设也有商机所在 不过讲到了科技 难免还是要来说一下 因为这是一个台湾人很熟悉的 一个投资的一个标的 可是偏偏从去年底开始 美国联署会说要收资金 这个一收是把科技类股好像过去累积 这些泡泡都瞬间给出破 所以回挡的幅度也比较大 那一直回挡到今年 看起来都还蛮低迷的 所以我问一下 这个科技股今年是不是真的碰不得 好我想各位如果有投资科技股的话 最近真的是跌到怀疑人生 但是各位千万不要怀疑科技类股未来的一个投资趋势 因为你只要记住一件事 人类的生活要进步 一定跟科技脱不了关系 但问题来了 其实不只是投资科技 你只要做投资 你就会发现我是不是买在价格合理的地方 所以这一波的科技类股已经跌下来了 现在的价格到底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呢 目前的价格算是合理 但还不算是太便宜 所以我们刚刚在第二部曲的时候 也跟各位提醒到了 就是现在是扣定时定额的甜蜜点 因为未来股市可能还会有一些震荡 所以我们不见得可以买在最低点 但是唯有透过定时定额 在这方面的投资 你才有机会扣到股市相对低点的一个地方 既然科技相关的主题 今天是很多人喜爱的投资标的 那么科技又可以如何来帮助我们聪明智慧理财呢 来问一下博成了 我们华南下有一个华南REACH加APP 对不对 有哪些厉害的功能 是的 子涓 华南REACH加APP是华南银行全新全方位理财的APP 提供客户理财理在商品服务的一个全方位平台 在客户日常生活当中提早一步为客户设想规划各项金融服务 各位一定很想知道 华南REACH加APP有什么样的亮点呢 第一大亮点 收支管理术 什么是收支管理术呢 客户可以透过收支管理术的新支入账通知 还有当月收支记录 了解自己每个月的一个收支状况 养成客户每月理财规划的好习惯 第二亮点 全新优化梦想账户目标理财plus 线上的朋友们可能知道什么叫目标理财plus 其实就是要知道我每个月还有多少钱可以投资 更重要的是我怎么去达成我的人生目标 人生总是有不同的阶段或有不同的目标 像是我可能需要买房 或者是需要购物、结婚、甚至是储备退休金 通通都可以透过我们的目标理财plus的目标试算 输入与圆梦所需要的资金 预估达成的时间只需要一只手指头 暗暗就可以算出每个月需要的圆梦资金 在试算之后我们还可以提供客户 非常棒的一个精选基金作为投资建议的参考 客户将所有需要投资的基金归属到目标理财plus 账户这个当中就更能够清楚去了解 我们目前逐梦达成的情况 我相信有了华南瑞举加APP 理财一定一键搞定 刚刚听博晨介绍华南瑞举加APP有这么多多功能 而且多元的一些功能在里头 那薛肉教我们一下吧 如何聪明理财呢 是的聪明理财非常的重要 要成为投资的赢家 我们投资思维就必须要转变 我想各位回想一下 在2021年的时候 你是不是觉得股市好像都不会跌 但是到了2022年 你是不是又觉得股市好像都不会涨 为什么只有几个月的时间 你的投资心态会有这么大的转变 因为投资的时空背景变得不一样了 我们目前全球的货币政策从宽松变成了紧缩 通货膨胀从暂时性的变成 现在是全球央行都要打击的对象 本来景气是很好的 但现在大家对于景气反而会疑虑 是不是有趋缓甚至衰退的状况 所以我们本身投资组合的内容 也要因应目前的一个时局来做调整 你的核心的部分一定要是能够对抗通货膨胀 而且还要能够有对抗景气衰退疑虑的 而且最好还要再加上高鼓励的题材 所以在这边我想有几个投资的方向 可以跟各位伙伴来做建议 第一就是我们从第一部曲一直到现在 一直强调的全球基础建设相关的投资 我想各位一定会很好奇 基础建设的内容到底有什么呢 其实它就是水电瓦斯所代表的公用事业 再加上运输通讯跟能源 它是一个具有长线投资题材的投资产业 各位在记得吗 在第一部曲的时候 我们也有提到到2050年 全球有净零排碳的长线商机之外 目前二乌战争等等的因素 其实在欧洲地区必须要加速能源转型 所以我想基础建设的部分是现阶段 各位在投资组合里面相当重要 必须要放置在里面的一个配置 第二个核心就是有配息概念的 平衡型基金了 我想在第二部曲的时候 我们一直提到 目前平衡型基金的重点就是 具有高股力 价值型 而且它投资产业必须要具有防御型的 哪些具有防御型呢 比方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基础建设的公用事业 以及大家不论景气好坏都会生病的医疗保健为主轴 那么再次的强调一下 现在在选择平衡型基金我们的股债比最好挑选的部分 大概就是6比4左右的一个投资比重 我想是目前比较适合放置在投资组合配置的 那另外呢各位心心念念的科技类股的部分 各位千万不要灰心哦 虽然目前呢跌的幅度大家觉得哎呀有一点大 我的投资人生是不是就这样子的非常的沮丧 当然不是 因为呢只要人类生活要进步 我想科技类股的投资在长线上一定有它投资的机会 虽然目前我们是在逆风 但是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必须要掌握好定时定额的扣款甜蜜点 在这边我们要建议各位现阶段就是一个好的甜蜜点了 已经可以开始做扣款的部分了 那至于我们现在如果要摊低成本的话有几个方法 我想在第二部曲的时候有跟各位提到啊 你可以由单日下跌超过3%左右 用单笔的一个角度进场栏摊平之外 另外也可以用整个账户总报酬的角度 设定在某一个副总报酬的情况之下呢 我就可以来做摊平的一个动作了 所以在这边千万请各位一定要留意哦 定时定额的部分千万不要停扣 我们一起为我们未来的投资加把劲吧 加油 想要成为投资的赢家 刚刚薛若也实际提供了我们几档标的 供大家来参考 那要加入到市场参与市场定时定额 我们讲了好多次了 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率 而且经过实证非常好参与市场的一个方式 这个时候如果银行可以再给我们一些定期定额的 手续费上的优惠那就再好不过了 把时间交给伯承 是的 子萱你说没错 某华南银行呢 当然针对我们的客户也有推出非常优惠的方案 提倡客户可以每天进来扣款 所以我们有一个日日扣 也就是你不管何时何日 你都可以选择作为你的扣款日期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提供了一个优惠的手续费方案 也就是2022天天得益 让我们的客户天天得利 透过华南银行的网银或者行动银行 我可以选择定期定额 或者是定期不定额的方式去做申购基金 选择我们的优惠内容 享有这个优惠的手续费折扣4.5折的一个优惠 如果今天你用力扣积极扣 每天扣只要扣16次以上 就可以享有更低的一个手续费折扣 所以听到这边 我相信应该有不少线上的朋友已经有点心动了 那心动不如就马上行动登入网银 开始申购基金吧 报告 其实我的手机已经下载好了 那现在画面上有个QR Code 还没有下载的观众朋友 可以赶快拿起手机扫描下 赶快下载这样的一个APP哦 其实刚刚博晨有跟大家介绍 这样的APP有很多亮点 譬如收支管理术 你总要先了解自己 你可以存下多少钱 而当我们有钱存了下来之后 就要开始理财咯 那所谓的理财 我们一定要先设定一个目标 再把我们剩下的钱拿去做理财 那至于理财的标的要怎么选择 在这样的APP当中也会提供给大家 重点是在理财圆梦的过程当中 它还会帮我们追踪进度哦 你圆梦了几% 现在是进度是超前还是落后 APP都可以帮我们掌握 非常的实用 所以欢迎大家 现在扫描画面上QR Code 多多的下载咯 今天再次谢谢两位来宾 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也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日取人生》 圆梦三部曲 今天是最后一集了 期待下次还有机会跟大家见面 华南银行和布兰克林 会一直陪伴大家 完成圆梦计划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叶子娟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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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